由36所台湾大专院校校友会组成的 北加州中国大专校友会联合会 第35届年会 于1月19号周六晚上 在Santa Clara会议中心举行 除了有数百位侨界领袖前往参加以外 历年来多位会长也都出席 2018年会长潘海伦在会中 将硬性交接给新任的会长朱继光 而年会的重头戏 则是曾担任新闻主播 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 以及时事评论员的资深媒体工作者 李燕秋女士演讲 李燕秋这次应校联会邀请专程前来弯曲 以台湾的契机与远景为题 分享他对台湾去年九合一大选之后的观察 以及未来两岸关系的走向 李燕秋谈到了民进党在去年九合一大选惨败的原因 近年来台湾政坛与选民的转变 他表示九合一选举代表了包括悲情诉求 恶意谩骂 国民党豪奢选风 与蔡英文领导微信等等九大事件的结束 但台湾社会仍然存在仇恨与对立 而对于蔡英文执政之后两岸关系的持续紧张 李燕秋则提出了 拥抱四中的解决之道 第一个中就是我们拥抱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是我们真正可以生存的基石 这是一个现实 因为你不能独立吧 你现在讲说台湾独立国 这种骗的也已经骗不下去了 第二个中我们要拥抱的是中华文化 这是我们立足的正统 而且我们一直在中华文化的涵养里面长大 第三个我们要拥抱的中 叫做拥抱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其实是我们力量的来源 我们现在就把自己说到我们是南岛什么的一个土著的一支 大胆地去拥抱中华民族 这次你会产生一个力量的来源 因为中华民族实在是非常之大 第四个我们拥抱的是中华儿女 先天天赋给你的血缘 这是你没有办法去拒绝的 也不能去否认的 14亿人跟你讲同样的语言 用同样的文字 用同样的文化 这是多大的市场啊 除了当晚的演讲之外 优势频道的名人访谈节目 也专访了李燕秋女士 敬请留意收看 这个字幕节目